很多负债逾期的小伙伴 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一旦负债逾期以后 会被一些往内平台的第三份催收 给报推行通讯录 这是很多人无法承受之痛 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报通讯录的这种违规手段 进行催收的这些催收人员 他们一般不会轻易暴露 他是替哪家平台进行催收的 所以你很难拿到他一个确凿的证据 如果他已经暴露了 他自己是哪个平台的 只要能够及时的录音 我们可以去到这样 相关的一些建管平台 对他进行投诉 给自己做金融维权 但是难就难在 这样的一些暴力催收 非常小心 不会告诉你 他是替哪家平台去催收的 他说你只是欠一个往内平台 你很有十足的一个把握或者理由 你就怀疑是他家 绝对是他家干的 但是如果你是欠了好多家往内平台 你根本就 你不知道是哪一家 该怎么办呢 你说你不告诉我哪家平台 我怎么给你还款 咱们就是协商还款 你也得让我知道你是哪家的吧 对不对 你得需要长一点智慧 策略性的就跟他去沟通和谈判 你得先知道他是哪一家 然后呢 这个随时做好电话录音 可以去到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 去投诉 给自己做一些金融维权 一般的往内平台 在这样的一个投诉呢 可以上黑猫 这个黑猫是一个APP 是互联网消费金融的 这样一个投诉平台 但是呢 现在很多呢 就是网友呢 他这个投诉不会 怎么样去写这个投诉这个材料 哪些是尽量就规避的一些词语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之前专门出了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搜搜看 就是怎么样去投诉这些网贷 即便是有些人 他可能写的也比较合规 但是呢 黑猫这个平台也不一定处理 案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甚至他们现在已经陆陆续 转化成收费的一个项目了 那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无非也就是跟他们协商还还 你想完全杜绝的这种可能性 也是非常难的 之前就有一个小姑娘 她是门诊的一个护士嘛 被这个租金的一个第三方催收呢 打她那个门诊的这个电话 打得人家都没法工作了 幸亏那个小姑娘 就欠着一家网贷平台 她回到老家 想办法给她凑凑 然后给她还掉了 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除了恐吓威胁 还写那种假的检举信 导致很多人可能连工作都丢了 那没有办法 你在明处他在暗处 很多负债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给这个12378打电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12378虽然是 这个银监会的一个投资电话 它最多就是一个桥梁 它告诉你 你是投资哪家平台啊 我告诉你哪家平台 哪个银行的 这个肖宝投资电话 它最多就是这样 它不会说给你 直接解决问题的 包括就是很多人 也可能会考虑到 我上当地的这个金融监管办 然后去投诉 关键是 如果他们不承认 这个话是他们说的 你是很难 去给自己金融维权 除非是你的心态 调整好了 真的大部分只针对那些 一催就害怕的那些 弱势群体 害怕的人 老实的人 对那些心态 非常刚硬的那些 那已经死猪不怕 开水烫了 你们爱咋利咋地 他对这样的人 是没有半点作用的 其实这些人 真的就是直劳活 你如果真的想去处理 这个时候 你是处于一个 被动的地步 所以你跟他谈判起来 你也是 你只能够妥协 因为你只有妥协了 你给他把这个钱还了 才能够彻底地 解决掉这个债务 然后呢 你要是换一种 身份的姿态 无所谓 你爱咋利咋地吧 你咋来都行 他反而是拿你 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 你想是不是呀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记得点赞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